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Cat 自主權轉移25年來 香港湧入了大量的大陸資金和人員 同時愛國人在不斷外流 中共的留港換人政策 已經侵蝕到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 1997年 當香港主權回歸到中國大陸時 中共承諾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 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 現在北京已經將這個城市當作是一個前代子 編成了政治上的一國 以及謹慎的經濟事務上的兩制 香港作為亞洲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褪色 從25年來的香港大陸經濟數據就能看到出來 1997年 香港佔中國整體經濟的百分之十八 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是百分之二 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數量 也從1997年的101間 約升到現在的1370間 大陸公司佔香港股市的市值百分之78 2021年香港是252間中國公司 和254間美國企業的亞洲總部所在地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泰良 告訴《日經亞洲》評論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 香港是英國企業時代 然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 出現了好像李嘉誠那樣的本地富豪 到1997年之後 中國企業一直在主導香港的市場 伴隨香港經濟的騰飛 北京也在進一步吞噬香港 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兆佳說 在過去的25年中 香港對中國大陸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一是貿易 第二是直接投資 第三是資本市場的發展 最突出的變化是香港充當了流向中國大陸的資本渠道 在很大程度上跟2014年推出的滬港通有關 2021年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中 就有76%是通過香港進行的 1997年的時候 比例是46% 很多中國公司也通過香港 會回海外的收入 因為香港和中國大陸不同 港幣和美元掛鉤 並沒有實行資本管制 日本總合研究所資深經濟學家野莫森隱說 中國公司正在利用香港開展籌資和全球業務 以避開對人民幣的限制 但是與此同時 香港的國際化水平正在下降 現在中國投資者 佔香港股票投資一半以上 美國投資者的份額已經從25年前的40%降至不到20% 美中之間日益緊張的政治關係 北京越來越多限制資本海外上市 也促使到更多中國公司選擇在香港上市 隨著歐美國家的金融專業人士撤離香港 這些工作越來越多被中國大陸人所填補 2021年 香港向海外金融工作者發放了大約2600個工作簽證 比2019年減少接近一半 而同期發放給大陸金融職位申請人的簽證數量是2300個 也就是說 港府發給外國人和大陸金融人士的簽證 已經接近一半一半 截至3月底 126間中外資銀行的主要辦事處設在香港 比2014年下降了8% 擁有127間外資銀行的新加坡 首次超過了香港 根據對沖基金研究機構Eureka Hedge的數據 香港對沖基金在6月份管理資金額度為802億美元 比2019年下降了17% 不僅僅是外國金融專業人士外流 香港的外國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數量 在2019年達到高峰後繼續下降 報導說海外法律專家急劇減少 可能會對香港的司法系統構成重大威脅 而這是一國兩制框架的基石 自北京2020年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法》以來 香港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 加上嚴苛的COVID-19清零政策 刺激了很多美國和歐洲公司和專業人士離開 前香港美國商會會長祖泰娜 6月底在政客Political網站上透露說 雖然才過去了25年 但香港已經玩完了 一位在港25年後 剛離開的美國商業主管向祖泰娜述說自己 為什麼要離開香港 對我來說最令人擔心的是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 除了疫情政策和國家安全法之外 政府還可能施加一些不知道什麼的變化 還有一位回美短期工作即將返港的美國銀行家 告訴祖泰娜 我7月12日就要飛回香港了 我覺得好像要坐牢受刑一樣 香港這個以自由流動充滿活力為核心的城市 已經被完全摧毀 而且作為一個美國人 我正在掙扎於美中衝突的不可避免勝中 減於法律和政治基礎的不確定性 沒有人能預知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究竟能堅持多久 另一方面由於港人移民澳洲創新高 澳洲統計局發布最新數據顯示 在家中講粵語的人數數目 較5年前增加了超過14,000人 粵語已經位列澳洲第四大外語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以粵語為主要語言的香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數不斷增加 達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25年的最高水平 根據去年9月 澳洲內政部發布的一份移民計劃年度報告顯示 在一般移民計劃之下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財年期間 澳洲政府向香港公民批出了4,312個永久居留簽證 或永居前臨時簽證 佔澳洲向全球發出16萬個名額的2.7% 數據還顯示 獲批移民簽證最多的來源地之中 香港由上個財年的第23位 約升至第8位 6年來首次進入前10位 在該財年 港人獲批的移民簽證較前一年的1,391個大增了210% 以及再較前疫情爆發前的一年1,647個增加約162% 據SBS報導 在2020年至2021年間獲得澳洲永久居留簽證的香港公民人數達到25年來的最高水平 更超過1997年因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所引發的移民潮水平 根據移民數據顯示 在1996、1997及1997、1998年度期間 香港公民獲批移民簽證的數量分別為3,591及3,491個 當中通過技術移民簽證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數佔約80% 以上節目內容取財池大紀元記者林彥、葉伊凡 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看